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个冒险世界中的主题动物园里呢 有很多我们的小伙伴 他们在这里究竟是怎么样的生活 平时都吃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们一起去看看 正好我也需要吃点什么 出发 小孟邦到忙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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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想吃吗 这个是我第一次没有隔着那个大玻璃看见 我有点激动 这个冒险世界的市包含动物园 然后美食 然后一些玩意的东西 跟家长带小朋友来就最合适的 不是不是是假的 超有意料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没有笼子没有网的话 我们就可以很直接的看到他们 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她跟我叫 我就觉得心的差点 今天我们要吃的是双猫胎熊猫咖喱 我们进来的双猫胎熊猫看起来越很可怜 那么可爱被我吃不过 没有办法 双猫胎熊猫 接下来咱们能看到什么样的动物呢 好棒啊 太阳飞了 多烦 我的天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哦 这两个水果和蔬菜 多漂亮 我们都可以吃的 我们先让些味道了 那就通过喂它就可以 那这样一边喂它就可以看到它的鼻子啊长什么样啊 对不对 猫猫 那个像的鼻子 这个叫湿湿的 然后你把它拿到它那边 它的那个鼻子上面就像一个手一样 就这样就把东西拿走 像谁呢 舔了你的手 然后等一下 咻咻咻咻咻 走走走走 多走走走走 真是一切 哈哈哈 我切点 这怎么给 能拉松的 听他吃的那个脆脆的 听得生了吗 熊猫双猫抬冰淇淋 哎呀对不起啊 香草味的 熊猫 哇 场景露莲那么大 是不是很大 小小 他舌头是灰色的 看见了吗 看到他舌头是灰色的 你看看看 你看 看到了 这个脚踏坐坐 那我现在喂的这个是一个公的长江蜜 哎哎哎哎 怎么回事 这个长江蜜一天要吃60到70公斤的食物 所以你就使劲儿喂他 他也不会知道饱 来吧 来吧 他那个舌头 捡在我手上 看来可以洗手 等一下 哎这是什么 现在我们要喂一种传说中他可以偷人的梦的动物 来 哈喽 在那边 那边 啊 好了 开始 猜它是用什么 啊 看这是什么 那这次也是我们中国 非常有名的藏鸣鸣 藏鸣鸣 那这个是中国 很珍惜的 你猜我们下来没有 去喂什么动物 我已经看见了 不给你看 走 我们接下来 先走 我们现在看 喂这个动物的时候呢 中国人是大的网 秘密娃娃的网 你就知道这个动物 已经不简单 可能是一种很危险的动物 哇 有啦 哈哈哈 狮子 狮子看 熊石 来 我们喂它呢 是马肉 OK 再看下这个肉 进了 进了 就是个洞 这就这样 有脆点 有脆点 停点 好 你看吗 它那个眼睛 盯着那个肉的感觉 我觉得 要把我当猎物 挺吓人的 是 而已 西牛 哇啊耶! 啊噢 啊噢 对 对 他那好像要打架子 哇 她的舌头是黄色的 怎么还要呢 没吃完就要 妈的 你还吃什么 像个木头 舒服的 我能看 这边动物是挺幸福的 挺幸福的 今天我们一起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然后要点了一些小动物 很多好吃的 然后不然间就觉得 好像是在这个地球上 有很多你我都不认识的动物 也生活在这里 地球并不是我们人类自己的 对不对 我们也想到这一点 好吗 拜拜 都很 interes 城市之外 我爱乡村 乌坡 内 heart 最添似的